成立已经70年金水条泰铢亚会 每年也顾列三月十九到十十 白天妈祖的教肩外党 所有派出的行业都是小朋友 可以说是全台最有趣的金水条泰铢亚求班来押妈祖 今天泰铢亚求班为王会 特别共车调天窖的事故来上京 加上泰铢亚的消费地和平安边 以及相关的阶级品 加上也传有六个酒八个月与两个座一位优励 来跟泰铢亚教肩 高主义母友也禁不少人 太阳亚不少 高主义小朋友为了黄色的豆干 穿黄色的口白欧桃金 因此专台最有趣的金水条泰铢亚求班新闻 既日三月十九亚要帝到白铢亚做料金结合 今天叫班委员会要邀请寿付加持训练地和隔铢亚品 我每一年出门 泰铢亚可以说是马祖堡的先锋 台湾唯一的 只有小孩在更加 所以非常特殊 因为小孩不管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都在带着小宝贝 也在带泰铢亚来绕境 来共同 来跟马祖堡祝受 小孩更好 现在越来越来越多 差不多百年十五 这一年最正式的 今年都是八月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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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那时就在比 noticing的朋友要坐落这四台的车来贽 因为他们是北港载地的人嘛 那我觉得小朋友可以一起参加 我觉得对他们自己小时候多这些回忆会比较好一点 那也蛮特别的 那这车子是今年才有的吗 對 因為車子今年他們剛好是小萌娃團隊 那想說我們小孩只有三種車 那比較特別一點就讓他們騎來 創造這小萌娃車這樣子 大約會有一二十台的那個小萌娃 還有就是他們都有一個配備嘛 就是有一台車子 委員會在民國八十五年 搭著一頂比較近的車 要給小朋友來說 要講車不用特別訓練 用走在哪裡 最可愛的小朋友 有第九六三過十九十十五年來參與 委員會安德亞的發併南拼給安平町町 也要請鄉親做回來贏媽做看努力 計較國養品 彩虹不得